今天我是一名人畜无害的高中生 但一到夜晚 我便化身为顶级暗杀者 专门击杀那些暗杀榜上的罪犯 我以为今天会如往常一般 可就在准备上课之际 教室内莫名地出现了一个法阵 所有的人被传送到了一座陌生大殿中 待众人缓缓清醒 大门渐渐打开 一男一女从中走出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女子率先开口道 很高兴将大家召集至此 而此地便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一事节 不过大家并不用紧张 我会依依向你们解释这里的情况 与此同时 我在后方分析着这里的一切 听着刚刚女子的说法 感觉她并不是第一次将人传送至此 此时她继续诉说着 这个世界某天出现了魔王的存在 而你们则是被选中的英雄 我们无力将魔王击败 希望你们可以给这个国家带来希望 同学们文言因此感到诧异 有的人开始吐槽起了这突发的状态 而一旁的侍卫则用一句话震慑住了众人 如果想要回到你们自己的世界 就必须打败魔王 不过我感觉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她这么说有可能只是为了起激励作用 就在这时 女子伸手缓缓走向班长面前 片刻后 班长手中绽放出光芒 并因此幻化出了一柄光剑 而这正是每个人都会觉醒的一种能力 也被称为神圣祝福 紧接着众人纷纷开始了觉醒 同学们看着自己手中的魔法 刚刚的沮丧消散许多 我最后也不紧不慢地走向前去 当触碰的那一瞬间 一股能量涌向我的眼睛 刚刚女子的信息全部映入我的眼中 于是我转头看向了自己的属性 状态整齐的排列在我眼前 我意识到我可能觉醒了类似于鉴别的能力 可没等我继续思考 一个身影攻了过来 看清楚来人后 我明白那些曾经的恶霸拥有了这股强大的力量 以后看来有点麻烦了 夜晚时刻 我从窗口月初 必须在这些时间中探查出有用的情况 此时宫殿外 三位同学正测试着今天刚获得的能力 然而草丛中的一栋吸引了其中一位的注意 一只巨蜥突然冒出 而我这时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巨蜥的属性面板浮现在我眼中 但下一秒 巨蜥便向三人追去 见此我从袖口中拿出一柄敌手 飞速向前方扔去 在一名同学即将受害之际 敌手一击将其毙命 在三人的震惊下 他们带着忐忑的心情离去 而我来到蜥蜴遗体前思考着 看来这里的是没那么容易 另一边 远处的一名黑袍人则注视着这一切 第二日 同学们见到了巨蜥的遗体 众人也意识到只有和像这种怪物不断战斗 才可能有机会回到原来的世界 渐渐地一周过去吧 其他觉醒了战斗型技能的人 可以不断在外训练 那些拥有天赋的同学 获得了巨大能力提升 尤其是班长更为突出 而我却被安排在了图书馆内 不过这倒也可以让我了解 更多这个世界的信息 当我在外观摩之时 不出意外地再次迎来众人嘲讽 可我对此早已不屑一顾 这时女子再次和侍卫走向众人 并道出来意 此次你们将组队 共同前往森林击杀怪物 当众人来到森林后 成群组队的人员立即确认 只剩下我和冷漠的灵 我们也被迫分为一组 路上灵劝戒着我无需动手 在他看来他的能力要强于许多人 当然也包括被视为废物的魔 然而此刻 我注意到我们已经被周围未知的怪物包围了 别人还在为异世界魔物感到恐惧时 我直接掏出了随身携带的热武器 并在变异魔兽眼皮底下轻松救出了队友 而就在刚刚我发现周围已经布满了魔物的气息 一只哥布林率先出现在我们前方 灵立即反应并动用技能 一声低头令下 哥布林被压在地面 而这正是灵的能力 统治可以将命令强制施加在指定目标上 但目标不可超过施法者的实力 下一秒 我好心提醒到 现在可不仅仅只有这一只魔物 如果你要将其击杀就不要这么优柔寡断 片刻后 其余三只哥布林围了上来 灵尖难地将其全部压下 此时我再次刺激他 如果你不将他们击杀 我们便会遇险 随即他不再犹豫地下达指令 哥布林纷纷扭泊自尽 经此一役 灵也正式开始适应这种战斗 而我不紧不慢地拾起一体 不过貌似没什么战利品 这时 森林中另一方传来呼救 短暂交流后 灵决定让我和他一起前往 与此同时 桥本受伤的身影道飞出去 明海担心地冲向他身前 可后方魔物巨手即将砸下 危机时刻 林成功及时赶到 并困住魔物手腕 在他们的差异下 我缓缓开口道 你们先行离开 途中遇到豆子或是兰记地 叫他们过来 明海随即道了声感谢 便背着昏厥的桥本离开 而我此刻发动 鉴别能力 魔物的属性浮现在我眼前 不过变异物种 这条词吸引了我的注意 可此时的灵 由于过多使用能力 法术指已然耗尽 甲熊挣脱束缚 即将发起攻击 灵也因过多消耗 难以战起 关键时刻 我从身上寻找着物品 下一刻 一个烟雾弹被扔出 烟雾渐渐弥漫在战场中 我抱着灵躲入一旁的树后 而甲熊不断地寻找着 我们的气息 我如今身上的装备 必须要找到 合适机会使用 否则会和刚刚明海那俩一样 后方的灵向我表示 感谢和歉意 如果不是强行拉你一起 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也谢谢你就笑我 我随即回忆 不过也没想到 你居然也会主动道歉 就在此时 班长和队友赶来此地 战斗一触即发 双方同时进攻 班长在闪避攻击那一刻 下一剑抓住机会 成功命中甲熊 后方的雷纳火焰魔法 叙事待发 炙热火焰将甲熊中伤 没等他们过多休息 甲熊失控地震开周围火焰 而他的眼神愈发血红 不过刚刚的攻击 也大大的降低了甲熊的行动 重整士气后 三人再次向其冲去 然而此时树林中 一只恶魔正观察着战场 他惊喜地思考着 原本只是监察任务 不过既然让我在此遇到你 那只能下辈子再见了 人最大的错误 就是把后背交给敌人 突然 他心头一震 一柄匕首早已架在他的脖子处 我的声音缓缓道来 你刚刚的那句话我也送给你 与此同时 我淡淡开口道 那天夜晚监视我的人也是你吧 我很好奇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而我来这个世界没多久 最缺的就是信息 可恶魔早已下定决心 毫不犹豫地舌下服毒自尽 可惜没问出有用的信息 但可以清楚的是他应该是魔王的人 此时属性窗口传来了一些异论 没等我过多注意 林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 并询问这尸体怎么回事 我冷冷地开口道 你刚刚看多久了 经过之前假雄一战 我最终向林坦白了我的暗杀者之夜 而将我们召唤至此的圣女 也将展示他的阴谋 当林望向地上的遗体时 我缓缓解释道 正如你看到的那样 在原本世界中 我家族从事于暗杀之夜 如今魔王军队 渐渐关注到了我们的事 但希望你不要将我的秘密告诉其他同学 林文颜也渐渐放下心来 与此同时 掌握治疗能力的本也正照料着桥本 圣女集是从此刻迎面走来 是从率先开口道 你们以后面对的敌人将会如现在一般 甚至会因此丧命 圣女附和道 他说的没错 以你们当前的实力随时可能死去 所以之后我们将加强大家的练习难度 班长文颜站了出来 经过之前的战斗 许多同学已心生退役 现在还要将这些强加于他们 而愤怒的蓝没有废话 一拳朝着侍从轰击 言报技能瞬间释放 待烟雾散去 侍从毫发无伤的身影突出 在众人的惊讶下 一拳便将蓝打晕 两人留下一具准时训练后便离开此地 此刻一颗复仇的种子埋在了蓝的内心 第二日 众人准时来到训练场地 进入决斗场后 蕾娜率先对上食人魔 即便身负重伤 手中火焰愈发庞大 紧片刻便将食人魔击败 班长看着场上的变化 悬着的心也渐渐平缓下来 我此时不紧不慢地走向班长 鉴别能力释放 我注意到了斗子又获得了新技能 而他文言也迫不及待地准备上场 看着前方的食人魔 班长手中浮现一柄巨剑 这正是获得的新技能 邪恶粉碎之剑 仅用一击挥砍 食人魔的头颅当场落地 看完整场战斗下来 我立即意识到 以后我不能只凭借以前的暗杀技巧 在这个世界我可以利用技能将其愈发完善 另一边 圣女和侍从谈及召唤的这些人 以他们如今的能力还没有足够的反抗资本 即便成长了许多也永远击败不了圣女 况且圣女心中又有了一些其他的想法 夜晚时刻 我计算着花费在击杀魔物的时间 并同时用鉴别看向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对比于刚来此地的时候 许多能力都得到了强化 看来击杀那个恶魔给我带来了不少提升 然而就在这时 后方的动静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只食人魔重拳狠狠地砸向地面 我及时反应并立即躲开攻击 紧接着三发飞刀向其投掷而去 可并未对其造成任何伤害 反应过来的我 星际能弱点检测释放 在月光的照耀下 我瞄准着目标再次攻击 一击便将其击杀 虽说现在能力还看得过去 不过只有当我达到顶峰时 我才能对这个世界了解更多 此时 林担心地寻找着我的身影 看到他来此 我无奈地劝他赶紧回去 毕竟这里充满许多魔物 稍有不慎便会遇害 而他劝说着 要不是担心你我也不会来这 文言我戏谑道 你刚刚说什么 担心我吗 突然他脸色皱红不断变紧着 可我并未理他 决定继续在这青角魔物提升自己 然而另一边的火光吸引了我俩的注意 与此同时 宿舍楼被火焰裸盖 魔物不断涌向同学们 班长击杀眼前食人魔后将同学护在身旁 我此刻也赶来此地 但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来的正是之前圣女手下的魔物研究员 他也直接坦白是自己放的火和魔物 研究员自爆身份 魔王手下已渗透被罩着身边 而众人因如何回去产生分歧 豆子与蓝之间的隔阂加深 当众人对上魔物之急 研究员直接操控魔物冲向剩下几人 灵反应过来 统治技能立即发动 然而研究员一声令响 魔物们瞬间挣脱束缚 在灵的震惊下 魔物共同向他袭来 而我在灵的背后早已做好准备 电光火时间 我的匕首快速划过他们的脖子 研究员见我如此的实力很是差异 然而下一刻 我立即发动鉴别能力 他的属性面板浮现在我眼前 施配巫术这一项吸引了我的注意 这应该就是他刚刚的命令产生的效果 就在这时 研究员看着下面的变化 迫不得已展示出了自己的底牌 一发火球此刻在我的脚边炸开 与此同时 一只红色巨龙毅力空中 而刚刚的火球便是由他发出 研究员此时指挥着巨龙向我们攻来 而他下一刻便破坏烟囱 剑柱飞速砸向我们三人 落地瞬间我抱着灵躲开了致命一击 随后我弱点检测能力释放 巨龙脖子处的破绽浮现眼前 而我抓住机会奋力向其袭去 可匕首的材质根本造不出任何伤害 甚至直接崩坏 此时 一边的蓝也注意到了巨龙的存在 一发炎爆直直垂向巨龙 但无伤的巨龙愤怒地还给蓝一边一眼 而蓝被火焰灼烧地在地上翻滚 我这时向蓝说道 我们现在需要合作一下 毕竟只有我知道他的弱点在哪 原本不愿的蓝又一次迎面 接向巨龙一发龙眼 他最终妥协道 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做 我则让他注意巨龙脖子处 一个明显的标记出现在眼前 而我的计划则是我先去吸引 蓝找准机会一击毙命 巨龙此时一声嘶吼打断了眼尖的队 我转头吸引着巨龙的注意 并惊险地躲开了巨龙的撕咬 蓝此刻看准时机 一个滑铲至巨龙脖子下 炎爆技能精准命中巨龙弱点 而巨龙则被这击瞬间击败 站在上方的研究员 看着下面的状况无比慌张 即将逃跑之际 明海利用风魔法顺利拦截 研究员失足落下城墙后 水魔法将其稳稳接住 我本打算立即逼问一些问题 可这时 研究员瞳孔一阵 失去意识便倒了下去 我看着眼前的情况思考着 和之前那个恶魔一样的情况 看来这些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另一边的宫殿内 圣女听闻他们昨晚的经历 并没有感到意外 因为她早已知晓 有魔族渗透的事 同学们文此都不可置信 欲要反驳之际 圣女紧接着说道 昨晚的事只是你们训练的一部分 我之前也提醒过 你们之后会增加难度 不过回到正题 明天我将带着大家前往黄东 参加英雄选拔的游行 夜晚 众人在路上短暂见血 兰此刻分析着这些士兵的情况 而她计划着找到机会离开团队 并借机找到机会 将圣女级侍卫搞定 找到回到原来世界的办法 而我在他们身后 听到了谈及的一切 思考过后 我还是决定将此事讲述给豆子 正当他们准备行动致敬 班长带领着众人来到此地 并苦口婆心地劝诫着兰 豆子希望的是 他一个人的实力达到 足以匹敌魔王的能力后 靠他便可完成圣女的任务 而不再再需要其他同学冒险 可兰并不认可他的话 双方人马即将大战一番 可就在这时 两名士兵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他们被迫终止了战斗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结束